好 大家好 我是劉敬晴 今天在科林在加拿大做 今天的題目是講一個比較廣泛的題目 這個是講預言 中外股金都是預言的 中國也有 西洋的也有 好 預言來說 最先我們講講這個字的來歷 現在我拿了這個字的來歷 Prophet 有兩個字構成的 一個就是Prove 一個就是Filt 這兩個就是當年的古希臘文 Prophet就是之前講的說話 即是說在一件事未曾發生之前 而開始講的說話就為之預言 即是說那件事還未發生過 但是這個人已經講出來 我們現在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為什麼要講出來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他有什麼能力 如果我們預先知道這件事 而講出來呢 而講出來又有什麼作用呢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體會去看的 首先呢 我們講一講這些人 無論古今中外 他們為什麼有這個能力呢 通常來說呢 預言呢 我們叫做先知 或者叫他呢 很早之前的那種這樣的能力 是Seek as 22K 預先看到的 那為什麼會有 我們沒有他們有呢 那大部分呢 那大部分呢 先知呢 都說自己 是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或者一種神 賦予他的力量 無論呢 他是 現在 佔在世界上最重要的 耶教 或者呢 回教 或者呢 中國的文化裡面 其他宗教 比如 道教 或者很多民間的信仰 都相信呢 有些人呢 是有這個特別的能力 他們為什麼要 講一些預言 講給世人聽呢 這個呢 就反而 各個不同了 在宗教上來說呢 大部分的人 都是覺得 神 透過他的口 而將 未來的事情呢 講出來 那這個呢 大致上呢 我們可以說是一種 命定論 那個 命運 無論是一個社會命運 一個世界的命運 一個國家的命運 或者人類的命運 早已經 定了下來 不過呢 這個定了來的事情呢 就未有人宣佈 現在呢 這種力量 大部分我們代表為之 神的力量 就宣佈了 透過他的口 宣佈了出來 這種呢 這樣的說法呢 是最普遍的 那麽當年呢 譬如 在《舊約聖經》裏面 我們 知道的 阿伯拉罕 或者呢 甚至乎 率領 猶太人 出埃及的 摩西 他們都是早期的先知 而呢 他們是 代表上帝 將 上帝的意志 說了給世人聽 說給族人聽 你什麼世人呢 族人都可以 是他的族的人聽 那 譬如阿伯拉罕 他是 早期的 以色列人 由他開始 就 將 很多 猶太人的 律法 他們的 應做的事 他們的 社會規範 都 透過他的口 說了給族人聽 而呢 那次上山呢 他還將 十戒呢 用天然的方法 不是現在用 作出來的 是天然的方法 寫在石頭那裡 而呢 變成兩塊石頭呢 注力下來 是他們 跟天的 一個 約定 一個 十戒 是宗教上的意大於 民間 遵守的意 而 這個 摩西 也是一個 先知 剛才剛才所說的呢 就 他定立了這個十戒之後呢 就跟 以色列人 立下一個約定 其實最重要就是 第一條 約定 就是 除了 他們的上帝之外 別無其他的 神 那 這些先知呢 通常都是 講述 一些 戒命的 而這戒命呢 是要 人民 遵守 要他的人 一定要遵守 好了 到後來呢 算不算這個是先知呢 人言人禁 各個都不同的說法 譬如 有人說 耶穌 耶穌都是一個先知 在神學上呢 在耶教上上 尤其是天主教上上 新教上上 和東正教上上 沒有當他是一個先知 是神的兒子 如果當先知 如果當先知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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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個 這個 名叫做以撒 這個呢 就是回教上的 稱呼 當是一個先知 他說先知呢 在教義上呢 就說了 這個世界 他 將會降臨 再一次降臨 那時候呢 第一次 第二次降臨呢 是救贖所有信他的人 信他的人呢 就是說 信耶穌基督的人呢 就會得救 升天堂 否則呢 就已經定了 他們已準備去地獄 受流氓的火狐 永遠 永遠 永遠的 接待 即是說呢 在那裡永遠 燒 那燒他什麼呢 燒他那個 靈魂 那這個就當是一個預言呢 很多人呢 當他是先知 這個就是一個預言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這幫人有這麼能力呢 那 有些人是沒有的啊 那最大的解釋呢 最好的解釋呢 莫過瑜呢 是神賜與他們 一種 能夠講出 未來 體會了未來的 情況的說話 他們是善意的 不是說恐嚇的 在宗教上呢 即使是世界滅亡 到了最後一天 末日 都是叫人 早點 悔改 他的悔改 他的悔改 是歸信 主耶穌基督 這個是他們 最終的 目的 其他的 先知呢 其他的 預言呢 就 除了 爺教之外呢 真的呢 五花八末 各樣都有的 譬如 現在我們講的 中國的預言 中國的預言呢 有一本書 大家拍者呢 都聽過或者見過 這本書呢 是說 唐朝的人寫的 實際上 是不是呢 這個呢 不能夠有 百分之百的定論 那他們 裏面的 預言呢 就是 將 中國的 國運呢 由最早 一路 到 我們 現在 或者未來 的 幾十年 講完出來 但是呢 他講了這個 預言呢 並不是 直接 直接地 由一個 文字記載下來的 他用這 詩 詩的形象 的 描述呢 寫出來 而這個 詩 詩體形象呢 詩 體材的形象呢 是 是 好 富有 比和慶 就是 詩呢 六二裏面有富比慶 是有 富和慶的作用 我們看完之後呢 可能 未必 馬上釋解 但是 如果 事情 發生了 再看回 轉頭的時候呢 就覺得 這本書 名字叫 推背圖 的書呢 是 一本 非常 靈驗的 語言書來的 閉就閉在 現在 我們的人 他們 都是 相信 他們的理性的 就會覺得 會不會 是 穿鑿附會呢 大有人在 因為 中間 推背圖 裏面 所述的 詩的語言 都是 無靈兩可的 就是說 你看你怎樣去解釋 我們怎麼體會 我們怎麼體會 好了 為什麼 很多人都問 不直接寫出來呢 這個問題呢 引致到另外一個 天機不可洩漏 這樣的 遊戲規則 很多時候呢都說 這些是上天的命運 已經呢 讚寫了下來 無論你是宗教上 的神 讚寫了 或是 自然的神 或者 天道的神 一早呢 已經將這些 情況呢 是 決定了 只不過是 人呢 不知不覺底下 自己會 重複 歷史是重複的 或者呢 會 造就出來 那這些等等呢 那些人 將它神秘化 將它更加 巧妙化 就為之 天機了 那究竟 是不是有 命定 是不是會 有一個劇本 早已 在人類 未曾存在之前 已經 寫下來 定了呢 或者 是人 所作所為 決定的呢 這個呢 人言人暑 又是各種不同的說法 比如佛 佛學裏面說 所有的 造業 這個就是事業的業 都是 這個地方的人 共同做出來的 這個人 共同做出來 他 以 他的人性 的 貪真痴 的 惡行 或者 他 控制自己的 惡行 變成善行 而做出 一個 好的業 或者 放縱自己的 貪真痴 而成為 一種 惡的業 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們 We 我們 一手造成 而不是命定的 命沒有定到這樣 這個呢 教委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呢 譬如中國的儒家 孔夫子學說 也是在說 當下 現在 當下 在說現在的時候 我們在說 八六個字 是 進人事 聽天明 首先 是要 進了自己 個人 個人 的能力 去完成某些事 然後 然後才可以聽天命 聽由天的劇本所寫下來 它是所有天命 但是所有天命都需要盡人事 即使天命最後會失敗 但是最後的失敗不要緊 盡了人事已經是當下的努力 這句說話盡人事聽天命 是我在大約十四歲、十五歲那時候 讀《form free 》 那個老師那時候叫蔡鐵羅老師 教導 深刻的印象到現在還在 也是一世人非常尊重的六個字 盡人事聽天命 一定要盡人事先 如果樣樣都是宿命論 你努力與不努力根本都無濟於事 那這個世界呢 就變成個個都是聽從宿命論的人 根本而是同歧度 能說 clasus 情頉 神作文 滿萬萬萬万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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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á wrote 預言通常來說 這些先知的能力是有分幾種 當然最直接一種就是所謂他們的神 直接告訴他們 這個就無可稽考了 直接是神告訴你 教你 曾經有人試過說 我們現在封了姓的十七十八歲的女生 在英法戰爭裏面的英雄 英雌 正德 中的藝術 她在封聖之前 她的敵人當了她是一個巫婆 而使得她是跑受刑罰 最後呢 是在火柱上燒毀 鑑生啊 鑑生燒毀了一個這樣的少女 美不美呢 我沒有辦法提供了 戲當然是死得美女 但是一個相當在戰場上打得的女英雌 當然她死亡呢 她誣蔑她是女巫呢 這個是有政治上的迫害 這是我們今天不講了 但是呢 她的所謂超凡入聖 她的預言呢 都是直接由她的神 告訴她 那現在呢 很多人說 她聽到這些可能是網聽 Hazination 是她聽到的聲音 又見不到真人的啊 那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還是網信呢 這個呢 日後呢 在科學上呢 一會兒會講到 是不是真呢 沒人知道 這是其一 第二種呢 所謂的先知呢 她是透過天使 或者透過聖人 在她面前顯現 或者用聲音 說給她聽 說給她聽 那這種呢 這種呢 就不是上帝直接 不是神直接 是她派了一個使者 說給她聽 那這種呢 亦有 那除了這些神直接 或者間接 說給她聽 說給她聽 她們的神諭之外呢 也有可能呢 在世界各地呢 有一種 說法 就是呢 透過一些工具 不遺棄 不遺棄 而將神的意志 先知的這個劇情 公佈於世 是 譬如 現在我們經常見得到的 就有一種呢 叫做水晶球 那麼看那個水晶球呢 而她說 看過水晶球的人呢 可以透過水晶球 而見得到未來的事 是不是她有千里眼 是不是有順風意呢 我沒有太肯定 但是呢 當年的美國總統 夫人 第一夫人 男私 真真正正呢 她是相信 這些這樣的預言 而她呢 也很相信水晶球的 那這種其中一種呢 工具 其次呢 很多工具 來去體會的 譬如 我們中國呢 有一種呢 先知語言呢 是有個占卜 占卜呢 在商朝的時候已經有了 這一種這樣的工具呢 她是用牛的 建骨 或者歸殼 你用這種堅硬的東西呢 透過火燒 而看她的裂紋 而決定呢 那個上天 透過這個占卜 講給你聽的 裏面的事情 其實呢 易經得三丈 要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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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可以無救 無救就是沒有壞 沒有說可以不可以 沒有壞 三個啟示 但是 中國的易經 和這種占卜呢 有一個很嚴重 很重要的限制 這個限制呢 就是說 必定要是大事 占卜 占卜 然後才能夠準確 不能夠 占卜我 占卜我 占卜 今天呢 我逛街 能不能吃到銀子呢 能不能遇到個美女呢 今晚我吃什麼菜呢 有沒有雞呢 有沒有魚翅呢 這些那麼瑣碎的事 是 無法占卜得準確 亦無謂去占 或者 很多人都知道 占卜呢 是要誠心誠意的 就是說你玩玩一下 檢查一檢查 這個上天究竟 準不準呢 這種呢 這樣的行為呢 上天實知的 就不會理你 玩回你轉頭也不頂 所以 中國占卜呢 是一些 當年的大事 來決定 它 怎樣去走 怎樣走這一步 譬如什麼大事呢 譬如 千都 國家的大事千都 穿到其他地方 或者 一場戰爭 諸侯國和諸侯國之間 打不打呢 怎樣打法呢 這些呢 全部都是占卜給個 禦 給個 天禦他們 所以呢 這種都是一種呢 禦言的性質 那後來呢 發展到呢 除了 這個 占卜之外呢 很多時候呢 的語言呢 就好像剛才我講 這個推背圖那樣 透過一些呢 比較含糊的詩句 說 天機可洩漏 而呢 使得 看的人 會 會 躍躍躍躍躍躍 知道某一些事情 那這種呢 我們 說 穿著附會 又可以 說 另外一種呢 隨便 你心裡頭想的事情發生 亦可以 那 很多時候呢 在現代人來說呢 呃 有些預測呢 是相當準確的 的 譬如 我朋友呢 楚元先生 大導演 現在還在世啊 那 他搞到我們呢 有一件事 他說 這個世界是有軌跡的 軌跡呢 就是一條 線 跟隨這條線呢 可以計算出來 那個軌跡是怎麼走的 那 我們中國有個數學家 叫華羅庚 這位先生呢 是軌跡專家來的 那 當一個 人造衛星 發射了之後 他跌回地球 他跌回地球 跌到什麼地方呢 他完全是根據 計算出來 亦可以控制得到 這一種軌跡 的準確性呢 那麼高 那麼遠 跌回下來 在地球上 是不超過 這個 方圓 一公里 那 相當之 準確 這個已經計算了 地心盡力 計算了 地球的自轉 計算了 所有的 因素 令到呢 推測的人呢 好像先知那樣 一早知道了 會從哪裡跌下來 而他派定的 船隻 或者他們的 載體 認為在這個時候 在那個地方 接應法 那這個呢 就是軌跡 那 楚元生的軌跡 軌跡論呢 也是呢 我們值得參考的 他說一個人呢 他的行為 他的 做事的方式 說話的方式 這個就是 他的軌跡 可以計算到的 當他是 未紅的時候 一個小的配角的時候 他一做得到 這樣的事情的話 就是說呢 換句話 他已經是有 大氣魄的人 這種人呢 的軌跡 很容易看到呢 不出幾年呢 就成為一個 有成功人士的 造型 的造型 看得出 這個人呢 是會 成功 非持中物 非持中物 並不是那麼容易呢 可以壓低它 這個就是個軌跡 再講一句 多些的 有一次呢 和這個 許貫文老師呢 就去韓國 旅行 那 他覺得呢 這個 適應呢 相當 細心 周到 他就說 不出三年 我下次再來的時候呢 如果你還在這間酒店服務的話呢 你已經 不再是一個 適應 而是會是一個經歷了 果然 三年之後 我們再重複 去回 這個酒店的時候呢 這位 哥哥仔呢 已經穿著了西裝 成為了呢 這個飲食部的經理 是不是 師父 能夠 看得出 他的 預言呢 是成功呢 我認為不是 完全是因為呢 他的經驗 看人的經驗 覺得 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預言 這樣的服務態度 這個世界 是不能夠禁得住他的 他的軌跡 就會 成為了一個 更高級的人 同樣 我們看人 也看到一些軌跡 我們有一個說話叫 小時偷針 大時偷金 你看到呢 他小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貪婪了 已經是偷針了 將來呢 就會變成 加大的膽量 就變成偷金之慘 所謂三歲 就定八十 看到他的性格 也可以看到他的軌跡 這個軌跡 也可以 預言到他的成功 與失敗 是 世事動明 皆學文 人情念達 即文章 這些呢 體會呢 其實 並無神秘之處 好了 我們又講講呢 剛才說 這些預言家 或者先知 他們講這些情況出來 是有什麼作用呢 在宗教上來講呢 很多呢 的先知 或者預言 是屬於 警示 警示意思呢 即是說呢 他 希望 或者他的神 希望 人呢 知道了 某一段的情況 而呢 能夠 改變 改變的 由惡 改變到善呢 譬如 有一個很出名的 聖經的故事 講述到呢 有一個 異人 諾 他呢 就覺得 上帝懲罰 這些 世界上惡人呢 是很危險的了 於是乎他呢 就按照呢 這個規定 而且 做了那個 所謂 方舟 就將呢 他的家族 和呢 聽聞說 全世界的 動物 和 昆蟲 有沒有包括微菌呢 我就不知道 安排在方舟上 那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 我們當一個神話故事 來聽 我一向都不當是一個 聖經故事 真實來聽 一定 因為這隻船 沒有那麼多 世界上的 全世界上的 動物 植物又怎樣呢 一樣被水浸死的 嗯 昆蟲又怎樣 那為什麼呢 微菌又怎樣呢 那為什麼海上的動物 或者水上的動物 又不需要呢 那等等呢 都是一個很可疑的地方 而且呢 不是普世的 在中國漢人地方 就沒有試過大河水 你說大雨治水 那是河水 並不是這個 地上湧出來的泉水 或是天上降下來的蠔雨 是值得很多人去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呢 在英國呢 是很 這個大河水 有專門研究的人 也發現到呢 當年呢 在這個 《雙子牛流域》之上呢 有這樣的傳說 現在在一個泥板找出來 這些故事 究竟舊約聖經抄襲它呢 還是怎樣呢 我相信都是抄襲了 因為那些泥板的歷史呢 是比《舊約聖經》的誠書更早 這個 翌日下回分解 先說回羅雅 這個語言 都是呢 叫人向事 改過 但是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相信說有天災 於是乎呢 經過那次之後呢 人類呢 就滅族 只有羅雅 和他三個兒子 和媳婦呢 留在世界之上 那這個也是一個語言 來的 好了 那 神學裏面的語言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神呢 想 無論是耶教 或者是道教 或者文根宗教 都是想語言呢 給予一個機會 好的機會 給予人類的 那有一些呢 呢 寓言呢 是 使得有一些 明知定 命定定論 但是呢 仍然給那個 機會呢 你去 走一個空隙 求一個生存 但是這些呢 似乎呢 就 失敗多過成功 命定論呢 最後 都會 注定了是這樣的 反而呢 近世呢 很多次 的 預言 講到呢 世界末日 將會到達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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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會 著 適合 之後 發生了 都別 找到 還有 可能她的預言 她的真實性受到懷疑 但是可能她自己仍然確信自己所得到的消息是正確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肯是不靈這個意思 尤其在美國很多這樣的傳教士或者牧師 都曾經作出過這樣的預言 世界末日來了 有一次有一個邪教也利用了世界末日的這種預言 引導到在歸亞南的地方 有大批人士隨著她自殺死亡 期望上天派出來的接載他們的靈魂回到天國 實際上我們看到這些所謂邪教的行為 這些預言並不是造福人類的 反而是謀殺了很多愚蠢的人聽到她說會拯救她的人 這些使得我們騙碗探食 唉 真是人類何其愚蠢呢 好了 剛才說到現在的社會科學 很多時候從科學上會引證 究竟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有能力發出預言 有些人沒有呢 我想大家看看這個文字 這個文字呢 這個文字呢 就叫做 God Jeans V-A-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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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查呢 可以查到的 上去網都查到 是一個近小的科學家呢 你發現有些人呢 他們的Jeans 裡面呢 是有一些特別 與眾不同的 它取名為之God Jeans 就是有這種God Jeans的人呢 是有一種特別的能力 是能夠呢 可以發出他們的神慾 或者發出他們的所謂 我們預言 其他人呢 我們沒有 如果我們沒有呢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 不過不要緊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 那就真的 好了 講完這個開場 這次說的開場 很簡單的開場白之外 我呢 準備介紹幾位 世界上知名的 語言格 或者是 我們叫做 很出名的 有影響性的 宣知或者語言格 沒有說之前呢 我們 相當 注重 或者將多人不留意的 就是 有一位 法國 在十六世紀 出現的一個醫生 同樣呢 他也是一個 星象家 星象家 意思就是說呢 他看星的 看星的 看星的喔 中文都有看星 你記得孔明呢 就是 諸葛亮呢 一個道士 也是一個 軍事家 在歷史上 而且呢 亦講到 他是一個 官星 專家 來的 這位呢 就叫做 諾斯特拉 達 慕斯 那 這位 人興呢 小時候 至少呢 聰明明理的 是一個 非常之 醒目 smart的 獸仔 他最初呢 他就 學醫 但是 當年呢 法國 他的家鄉 學醫呢 是 注重 周遊的意思是 他不能夠注定在一個地方 行醫 他是 四懷去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周遊 法國的 很多地方 也醫好了很多人 但是他最大的長處呢 並不是是醫生 樂士的最大長處呢 是 講出 他的 先知的 說話 那 在他的著作裏面呢 有一種呢 就叫做 四行詩 四行詩呢 最出名的呢 就叫做 白 白詩 白詩葉呢 以前呢 就說是 眾世紀呀 用這個譯名 最近呢 已經呢 重新呢 將它 定位為 這本書叫做 白詩葉 century 這本書呢 很有趣 它用詩的體裁 從剛才我們講的呢 中國 的 話號稱 唐朝的作品 的 預言詩呢 有共通的地方 那這個 這個詩 為什麼 這個白詩 為什麼 能夠成為了 這個 世世代代代 在 英國 美國 甚至歐洲 在西方的地方 非常尊重的 一個預言呢 就是 就因為她事後 發現 她的 預言詩 和 世界上的 發生的事呢 是很 吻合 譬如 在預言詩裡面呢 曾經 講到 世界上 會出現到 拿破崙 這個 抗世其好 亦 出現過 希特拉這種 殺人魔王 引起了 二次四大戰 亦 曾經 在詩中 預言 不過呢 大家看那些詩句 就未必能夠 立刻 領悟到 這樣 是的 如果領悟了 就可能 避免了一場 這麼大的災禍 那 所謂靈驗的事情呢 很多時候呢 我剛才都說了 做了一個問題 就是 這些詩句呢 很多時候呢 似是而非 在事情發生了之後呢 大家再想回 再看回 哎呀 原來這樣說的 這樣呢 在那時候才知道 仿然大應呢 是不是遲了一些呢 還有一件事呢 是令我對這個 語言 樂士的語言 講到這麼偉大的語言 這麼出神的發言呢 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就是呢 他講的都是 歐洲 或者西方人士的 過去或者未來 而東方最重要的一個 世界有四分一人口 的中國 是看不到的 不知為什麼 我都不明白 如果是很小的 應該連中國的情況 可以看到 最簡單 出了紅太陽毛澤東之後 是會搞了一個叫做文化大革命 這個呢 足足 游論了中國 十年以上 使得我們呢 國家停步不前 而且呢 死了 和損失的 價值 難以統計 也 沒有一句話 講到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引致到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今天 一天 中國 能夠成為 這樣的樣子 在二零一八年呢 底下 很多人呢 再讀他的 簽頁詩 反而呢 這個時候呢 就 有另外一個 新的看法 說呢 他 會 預言 中國 美國 強大到 可以代替了 現在的 世界霸主 的地位 就是說呢 會超越過 美國 這個是一個 軌跡的預測 還是一個 天璣呢 我都 完全 摸不著頭腦 哪些說話 是這樣的 這樣的 預言呢 我也 看不出 有什麼 奇妙之處 那當然呢 他還有呢 在二零一八年呢 會說到 這個世界呢 會受到 很大的災禍 尤其地震的災禍 但是我想 前一次的福島事件 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 嚴重的 世界性的大災禍 但是似乎 沒有說到 他後面引致到的 食物上 天然的氣候上 的 毀壞 地球 亦 無從得之 好了 如果說 阿拉伯 或者回教人士 極端的回教人士 會從 西方 引起 衝突 文化上 宗教上 衝突 而引起大戰的話 為何 又沒有說到 我們現在 北韓 的核爆 北韓的導彈 也是影響到 全世界的安全 影響到 亞洲區的不穩定 這個也可能會是 一個 打仗來的 原因 說 預測到 特朗普 會成為 美國總統 但是呢 只有兩個民主 的選舉下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 不是A就是B 亦不算是一個 很準確的預測 故此呢 我 仍然 覺得 樂士的 預言 很多時候 是 後來人的 後來讀者 或者很多人 的一種 推想 來的 村座富富 同樣呢 我們將會 講到 保加利亞 一個 盲的 女人 還有 又會講到 當年世界盃 有一隻 八爪魚 能夠預測到 戰果 亦會 講到 在美國 有一位 很出名 瑞忠 發緊夢 而呢 得到很多 人 讚賞 或者相信的 預言 這些是現代的 所以呢 這個節目呢 如是我聞呢 真是呢 後面太多 說話 太多 這個 資料呢 可以提供給各位 也希望各位呢 上網 支持 也看看呢 我們的節目之後呢 發表你的意見 幸好很多時候呢 我看到這個意見 很多人問候我 那當然呢 很感謝你們 我回來 多人多了 在這裏呢 會逗留一段日子 希望呢 大家呢 在世界各地呢 依時 在香港時間 的晚上 星期四晚上 11點半 直播 也可以提供一些 特別 一些題目呢 給我去做一些 調查 做一些研究 有 希望這種呢 這樣的節目呢 是 在網台上呢 比較 少有 而且呢 盡我所能呢 是找一些資料呢 給大家 那麼 與此同時呢 亦 希望大家呢 收聽 或者收看 呂王的 山童感受 蕭公子呢 她的 脫戰中環呢 還有 霍姑姑呢 各種行業介紹呢 包羅萬有 今天呢 時間差不多 到此為止 下週我們繼續 都是在講 這個 預言的 好 拜拜